偷渡到棉北搞大钱有多危险 为了查出谁是潜伏在园区的警方内部 陈哥命令我将园区猪仔们所有的私人手机收上来 并带到了专门负责手机恢复的酒店之中 今天大家可能会辛苦一点 一会儿我们后面很多手机需要检查 皮哥 这些手机都是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的吗 并不是 可能有小部分 我们现在的工作不是要恢复所有的手机 恢复所有的工作量太大了 几天时间我们都不一定能弄得完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手机分类 现在我说说需要注意的事项 检查各聊天信息软件 凡是有暗号之类的都收集起来 还有手机相册全部检查是否偷拍园区 还有各种未知联系人的都查一遍 我话说完 大家都很默契地分工检查 不一会儿 我就检查了三部手机 正在准备检查下一部手机时 子弹头的手机突然来了一个消息 我看了一下手机屏幕 是一个叫做西西的人发来的 西西 在看到西西两个字的时候 我脑子疯狂地回忆着这个叫西西的女孩子的信息 想了半天 我实在是想不起哪里有西西这个人 子弹头的国内的女朋友也不叫西西啊 带着这份疑惑 我输入了子弹头手机的密码 打开了手机 打开一看我傻眼了 好几个女的全特描视何观 看了一眼聊天记录 全是一些性感照片 子弹头言语之中充满了白嫖的意思 马蛋 这个子弹头脑袋被门夹了 干我们这行的有几个照片是真的 是不是抠脚大汉都不知道 她还想白嫖 看完子弹头的手机 我决定这次回去后提醒一下她 免得她被仙人跳了 而且还是在缅北这个地方 皮哥 皮哥 这个手机 在听到星星的声音后 阿森我们都放下了手里的手机 抬头看着星星 皮哥 你看这个手机的具体里面 看和那个叫做猴子的人的聊天记录 这不是也计前三 老夏的手机吗 对是他 但是你们看 这个联系人 只有一句话 还在 我和阿森对视一眼 都感觉极其像暗号 由于前面的聊天记录被删了 这让我们更加确信 七哥 老夏的手机 就交给你好好的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问题 好 我来就行 你们继续检查 将手机递给阿七后 阿森在我耳旁说道 皮炎子 你说该不会是老夏吧 他这小子隐藏得这么深啊 他是真的不怕钢吗 再说 他自己也搞了那么多业绩 回去十年肯定是跑不掉的 阿森说完我开口道 现在我们还没确凿的证据 反正先等七个检查嘛 有问题的话 我们直接恢复聊天记录就行了 随后我们又陆陆续续发现几个可疑手机 时间来到凌晨五点 我们初步清点完了所有的手机 阿森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喊道 卧头 这么刺激的事 这么快就没了 阿七 老王还有三个女技术都是一样 没办法偷窥别人隐私 真的非常容易上 这一晚上我们都没觉得累 不早了 已经五点了 现在所有的手机已经初步清查完毕了 七哥 你那边有几个手机有问题的 我话说阿七将有问题的手机放在沙发上开口 我这边清查后有四个手机有问题 好 现在大家先去休息吧 明天我们再恢复这几个手机的数据 把内鬼找出来 第二天我准备回宿舍拿点马妹 刚好看见子弹头准备去上班 我坐在子弹头旁边一脸坏小 子弹头看到我用这种眼神看着他开口 屁燕子 这种眼神看我敢骂 我跟你说我是治的 毕刚贴都治 我白了他一眼开口的 呵呵 蛋哥 没想到你本事大得很啊 见我这样说 子弹头觉得莫名其妙开口的 妈蛋 你说任话 收在这里营养拐气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 子弹头摇摇头 你说的什么我怎么知道 丑 我也不废话直接开口直接的 子弹头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做西西的何官 见我这样说 子弹头的脸刷一下就变了 一脸警惕地看着我问道 你咋知道 不用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今天叫你来 是让你清醒一点 你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吗 你觉得凭你的手段 可以白嫖到那些何官吗 最开始我们在氛围的时候 你家那个按摩小姐的事情你忘记了 你什么意思 你想赶没问题 不会有人拦着你 但是你不能害人 你居然还用私人巨型夹塌 万一搞到你了 把我们牵扯进来了咋办 自己都在干这一行啊 还在做这些蠢事 我话说完子弹头低着头难难道 我这不是没给他说我叫什么吗 他们也不一定知道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私人练习方式啊 子弹头说完我无话可说 只能给他竖一个大拇指 行吧 我读得我不说了 我告诉你这些事情 是希望你自己能清醒一点 知道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最后我送你一句话 天底下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 子弹头点点头 我知道了 我不回卵来的 交代完子弹头后 我回到了酒店里 发现小美他们正在恢复数据 我刚坐下 阿森就问道 皮炎子 你觉得能有多大希望 啊 为啥这样问 阿森深吸一口滑子看着我呢 我感觉我们应该查不出什么 我觉得那鬼也不一定会用自己的手机和国内的联系 呵呵 森哥 这些我想诚哥都想过 只是没办法 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突破口 公司这么多人 一个人就有二十台手机 光我们处理私人机就差不多花了一天的时间 到时候如果去查工作机的话 你们自己可以想想需要多久的时间 我话说完老王点点头说道 也是一方面时间有限制 另一方面公司也不可能承担这么大的损失 说不好听一点 就算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反正我们是没事的 大不了就不要国籍了嘛 当一辈子劳眠也挺舒服的 别的不说 反正这一辈子吃喝玩乐不愁 现实也的确是老王说的那样 那些回不来的 不一定日子就会差 相反他们反而会更加的肆无忌惮 但大部分人还是想转了就回去 因为在这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打 人都是这样 皮哥 这四个手机已经恢复好了 你们可以检查了 星星 喂喂 小美 这两天你们辛苦了 现在没事了 你们可以去休息了 说完星星点点头 我们接过星星递过来的手机 开始快速检查 我检查的这个正是老下的 打开句信就看到上面一句 就是对方叫猴子的人 问他是不是还在缅北 我顿时一喜 见我一脸兴奋的样子 阿森和老王立马放下了手里的手机 看着我问了 怎样 皮炎子 是不是查到了 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旁附和道 是的 最开始我们谁都不知道吗 只能先用台出发 不然你一个手机查一次 恢复一次 这么多手机 不知道要弄到啥时候 见我和老王都这样说 阿森无奈地长叹一口气开口道 也是 对了 要不要先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陈哥 让陈哥先把老下控制住 从这个情况来看 十六八九都死老下搞的鬼了 这个老下也是真该嘎啊 马内转了 老头来还要往锅里拉一抛鸟 这他妈不是纯纯的恶心人吗 等我回去我非弄嘎老下不可 阿森说完我示意 阿森先冷静下来 三哥 先冷静一点 八字还没一撇呢 等我们搞清楚 再汇报给陈哥不迟 再说 老下他又没长翅膀 他还能飞出去吗 见我这样说 阿森没再说话 老王看着我开口道 那现在赶紧查看吧 早搞完 早收工 是啊 你快往上翻啊 现在我都没心思 查看其他的手机了 先看看这个老下什么情况